为了给吉娜补充营养,老公乔森昨天买回不少牛肉,吉娜高兴的嘴巴都喝不拢,吉娜也总算彻彻底底过了个肉饮。 由于吉娜刚刚怀孕,座胎未稳,所以这两天没让她上山干重活,塞拉和小帅负责放羊,吉娜则负责在家中煮饭。 当然,煮饭也是吉娜最喜欢的工作,她喜欢吃肉也喜欢煮饭,不得不说吉娜刚刚结婚时,身材还比较苗条,模样也比较秀丽端庄,和高大鹦鹉的乔森在一起还真算是郎才女貌。 吉娜是个乐天派,一天无忧无虑,在家煮饭,自己个儿都能把自己兜笑,做个饭嘴里还不停地唱着山歌。 她是四个人中的活跃分子,也是他们的开心果。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吉娜在这里的话,气氛该有多么压抑。 相比之下,堂弟小帅和塞拉就比较内向,他们两个人很少言语,而且整日也不见有开心的时候。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,整日显得心事重重,并不像吉娜这样,轻松惬意,无忧无虑,只要能够有口肉吃,她就开心地像个孩子。 吉娜煮面条,喜欢配上几包泡面,并不仅仅是因为家里面条不够多,主要是因为她想用方便面的料包,她喜欢方便面麻麻辣辣,鲜香美味的感觉。 傍晚时分,塞拉将羊群赶回家中,累了一天她显得颇为疲惫,而老公小帅不会说话,并不知道体贴惯怀。 这可能也是他们关系有些不好的原因吧。 小帅和塞拉两个人关系一直不太好,时常闹矛盾,隔三差五就要吵一架,不知道是因为性格不合,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。 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的话,想必她们早已分道扬镳,小帅虽然沉默寡言,却也模样鹦鹉俊郎。 和塞拉倒也极为般配,只是性格太像难免会针尖对脉盲。 时不时地爆发些家庭矛盾。 煮好的面条想要好吃,还要用凉水过上几遍,这样处理过的面条才会十分劲道。 炉火上架上炒锅,准备炒肉。 前天老公乔森亲其所有,给吉娜买回不少牛肉。 现在牛肉大多已经晒成肉干,装进塑料袋里,看着也有小半袋。 足够他们好好吃上几天。 吉娜扯出几块,用柴刀切碎,准备炒来吃。 能够顿顿吃肉,对于吉娜来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。 她才不像塞拉一样,那么敏感,心高气傲。 塞拉的小女儿一岁多,正直学走路的年龄。 在山坡上,盘山学步压压学雨,显得也是顽皮可爱。 也难得塞拉有这么开心的时候。 吉娜将牛肉干放进炭火中烤熟后,直接拿在手上大口大口啃了起来。 即便肉干,不放任何佐料。 吃到嘴巴里也是越嚼越香,特别过瘾。 锅中油烧热后,撒上切好的洋葱碎。 将牛肉干倒进锅中,大火煸炒。 尼泊尔人吃的牛肉都是农家宰杀的水牛肉。 黄牛在尼泊尔地位很高,万万不可宰杀。 如果你有兴趣尼泊尔的话,这一点一定要多多注意,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 肉干煸炒至七八分数。 即可将煮好的面条一股脑倒进锅中大火煸炒。 接着撒上两把食盐,一小撮味精。 少许辣椒面和必不可少的咖喱粉。 吉娜做饭调味料用的比较重。 面条在辣椒和咖喱的作用下变成了金黄浓郁的颜色。 看着我都直流口水。 咱们的橱窗里就有咖喱粉咖喱块。 你在家也可以做份咖喱炒面或者咖喱牛肉咖喱鸡。 味道实在是好吃的不得了。 香辣劲道的煮面条配合上美味的牛肉干。 吃到嘴巴里越嚼越香,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 老公乔森考虑到吉娜有孕在身。 将自己的牛肉干又分给吉娜一些。 她这体贴入微的观照,吉娜很失受用。 端着盘子一口接着一口。 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美味的咖喱牛肉炒面条。 吉娜一口气吃了两三盘。 肚子已经吃饱,嘴巴里依然觉得有些意犹未尽。 吉娜怀孕后,得到了格外的关照。 每天大鸡大肉可尽造。 今天老公又捉出一只肥美的大公鸡,准备给吉娜补补身子。 看着吉娜那日渐突起的小肚男。 乔森心里面也觉得格外温暖。 那里面孕育着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。 昨天,唐帝小帅和他的妻子塞拉,带上行李离开了这处庇护所。 他们要辗转到新的牧场。 冬去春来,这里操场已被啃食殆尽。 所以,他们需要搬迁到另一处庇护所,给羊群寻找更为充沛的牧场。 吉娜因为有孕在身,不能背太重的东西。 老公乔森背上竹筐,把堂帝送上一城。 一年四季,跟随季节游走四处搬迁时牧羊人的宿命。 茂密的丛林是他们的希望,也是他们的枷锁。 让他们困于深山之中。 如果不想陆路无为过一生的话,就需要通过放羊来创造财富。 这也是大多数尼泊尔年轻人的选择。 当地没有工业设施,他们也无处打工。 这处新的庇护所处于半山腰。 前两天,他们已经将主体工程修建完毕。 但是想要彻底修好,还需要一些时日。 小帅和塞拉决定带着羊群先搬过来。 等全部建设完成以后,吉娜和乔森也会一同搬到这里居住。 小帅和塞拉的离开倒是让吉娜和乔森重温二人世界。 这间庇护所暂时成了吉娜和乔森小两口的家。 附近的牧羊人邻居会帮着他们一同修建新庇护所。 而吉娜负责给大家煮饭。 今天人口众多,吉娜一次就要煮上五六斤大米。 煮米饭也用上了家中最大的平底锅。 其实小帅搬走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毕竟两家人在一起生活也多有不便。 虽说他们目前相处格外融洽,但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小的摩擦。 除了米饭以外,吉娜还会炒上一锅红扁豆,做成一锅咖喱豆粥。 这也是尼泊尔人喜欢配米饭食吃的食物。 红扁豆经过油脂的煸炒之后,加入清水咖喱食盐和辣椒面,炖成一锅咖喱豆粥。 吃起来倒也格外下饭。 吉娜有韵在身需要加强营养。 乔森少不了要宰上一只大公鸡。 待到米饭煮好以后,即可将大公鸡放在炉火上烧去鸡毛。 这种焚烧的方式也是最为传统的退鸡毛方法。 除了能将鸡毛退干净以外,还能赋予鸡肉草木的倾向。 其实有时候乔森也会采用烧水的方法来退毛。 但在这样高海拔的地区,想要烧一锅开水并不容易。 而且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。 还不如直接用炉火将鸡毛烧掉更为方便。 鸡毛处理好后,即可将鸡肉架在柴堆上剁成大大小小的块。 除了鸡肉以外,鸡肠鸡脚之类的下饺料也不能浪费。 可以放在炉火里烧熟后直接吃掉。 鸡肉处理好后,炉火上架上炒锅准备炒肉。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,切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大洋葱,将咖喱粉和洋葱碎一起倒进锅中炒出香味。 切好的鸡肉以骨脑倒进锅中大火煸炒。 这种土鸡养足了两三个年头,在油脂的作用下散发出纯正浓郁的肉香味。 馋的人直流口水。 鸡肉煸炒至吸干水分后,即可撒上两把食盐辣椒面和咖喱粉。 咖喱确实是肉类的最佳搭档。 咱们橱窗里就有咖喱粉咖喱块。 你在家做菜做肉也可以放上一点试试看。 做出的咖喱牛肉咖喱鸡味道好吃得不得了。 饭菜做好后,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 吉娜将众人召唤到一起准备吃饭。 给每人都盛上饭菜。 洁白的米饭冒着滚烫的热气,配合着焦香美味的咖喱鸡。 每个人都吃得畅快淋漓,十分香甜。 而一向爱吃肉的吉娜出于礼貌。 还需要等待客人吃完以后才能就餐。 这是当地人的礼节,也是他们的传统。 吉娜依偎着老公坐在一旁。 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显得她也是楚楚可怜。 好在今天的鸡肉够多,吉娜也终将可以一薄口服。